他說老師來這樣子 先把它移向吧 移向之後變成這樣 3x減掉什麼 ax 然後大於多少 這個-2一過去變成多少 加2變5 那到x嘛 所以我們這邊就把x提出來 叫做3-a x大於5 對不對 這樣寫可以嗎 那這樣寫之後 再把它怎麼樣 除過去 所以x大於 來3-a 分之多少 5分之5嘛 那寫出來的範圍 這個x的解釋x大於1 所以他就怎麼做呢 他說就這樣 3-a 分之5 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1 所以3-a就等於多少 3-a就等於5 寫一下 3-a 就等於5 所以呢 他就算出來 這個答案a是多少 負2 答案a是不是負2 答案a是負2 可是同學 考試喔 如果是填充題 這一題你寫負2 反正沒人知道你怎麼算的 可以得分喔 但這一題如果是計算題喔 這一題如果是6分 你這樣寫喔 最多就2分而已 為什麼 我昨天早才講過 你課本的每個題目 課本是經過精心設計 他裡面有很多細節要注意 你如果沒有注意 你會漏失掉很多東西 同學這樣做 當然錯啊 這樣做怎麼會對呢 這樣做是錯在哪裡 有誰製造嗎 對 我那一問來 同學 你國中的時候沒有學過 來哲學2x 如果大於3 來 你告訴我 兩邊同除以2 同乘2分之1 可不可以 可以啊 x會大於多少 2分之3 這個問題 這沒有問題喔 可是這裡如果我改成 負2x 大於3 那我要解x的範圍 兩邊 我把這個負2 可不可以除過去 可以 除過去這邊變成x 然後這邊變成負了多少 2分之3 同學兩邊同除一個 小於0的數字 這個不等號要怎樣 要轉向 對不對 我們講轉向 大於要變成什麼 小於嘛 這個國中就有個觀念 不是嗎 所以同學你現在 再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到底哪裡做錯 3-0 你這個3-a 同學 你3-a你真的確定 他可以除過去嗎 要除過去你要先確認 他不可以是0 0不可以在墳墓 然後再來 你連他是真的是負的 你也搞不清楚 你就除過去 你怎麼知道他不會是負的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這樣子做 同學這樣當然有問題 雖然答案被你塞到 是對的 對不對 但這樣做當然不對 所以同學他不對的地方在哪裡 不對的地方在這裡 這個地方 來做一個記號 這樣寫不對 你怎麼可以直接把它除過去 好那我們現在要問同學 那這題正確的寫法要怎麼寫 你有什麼想法 快點我需要同學提供一些想法 來 快點快點 怎麼做 怎麼做 對啊 如果 如果我要你寫正確的作法 你要怎麼做 如果你不講 那我先分享喔 我先分享那個 107班 陳同學的作法 那個 他的作法是對的喔 他怎麼做你知道嗎 他說老師這樣可以喔 這樣子 他說這個解出來 這個s是不是大於1 然後你知道他從這裡 他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 他把它同乘幾倍 5倍 他說這個叫5s怎麼樣 大於多少 5s大於5喔 那這個5s大於5喔 同學你看喔 這一個傢伙 這一個傢伙 跟這個東西 來同學 這兩個不等式 其實他 這個數學上叫什麼不等式 這個數學上叫做同意不等式 這一個跟這一個 都叫同意不等式 我寫一下喔 好這個 剛才在7班的時候 唐班那個逸琳都講 這個叫同意不等式 這個同意不等式 注意喔 他們的係數一定會成什麼 比例 而且這個比例是一個正的比例 國中有學過嗎 譬如說 同學問你嘛 比如說x大於3 跟2x大於6 這兩個是不是同一個不等式 這兩個是不是同一個不等式 對啊 他的係數是不是乘一個正的比例 聽懂我的意思嗎 不要亂講 最好你讓你能得到味道 然後同學問你一件事情喔 同學如果他是同意不等式係數乘比例的話 那你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怎麼樣 這個3-a就是誰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出3-a就是5嘛 所以a就是負2 這樣就結束啦 你聽懂這個意思嗎 就是這樣 那或者是 像 同學我問你喔 如果我一定要這樣做呢 如果我一定要把這個3-a除過來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 可能要採取什麼策略 你要去討論這個3-a的情況 比如說 你看喔 你們這個東西都沒有很仔細的去考慮 比如說第一種情況 你要考慮這個3-a怎麼樣 大於0 或者第二種情況 3-a 等於0 或者第三種情況 3-a怎麼樣 小於0 那我現在一個一個問同學 3-a等於0 你覺得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如果3-a等於0 來請看這邊 3-a是0的話 0乘x這個是0 0大於5 合不合 不合 所以這種情況是不是就排除掉 0大於5 這個不行 這個情況排除掉 那我問你3-a小於0 告訴你 可以喔 3-a如果小於0的話 這個3-a除過去 你會得到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你會得到x 會小於什麼 3-a分之 5嘛 對不對 那代表說 同學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字 這小於0 對不對 這是比0小的一個數字 那跟他解出來的這個範圍 這交集是空集合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種情形也是不可能 你要嘛 就一個一個分析 所以同學你只剩3-a大於0 那你就可以慢慢去做 你從代數的手段 去考慮這個問題 同學你要很仔細的 考慮它每個細節 然後我要再講一件事 同學這種題目 只能用代數的方法去做嗎 可不可以用圖形去想 可不可以 數學上的問題 你除了用代數的手法去處理之外 永遠基本上 都可以用圖形去想這個問題 比如說這個題目 能不能用圖形去做 可以啊 我做給你看 好不好 來 同學請看這邊 我練y y 等於左邊 y 叫做 不要 叫y1 y1 叫做3s-2 然後 定y2 等於右邊 y2叫做誰 叫做 ax加3 那我今天希望 來同學y1大於誰 y2 對不對 然後 x算出來的範圍是誰 x比例大 簡單來講 x比例大的時候 我希望這個y1 這一條 這個叫一次函數 它的y坐標 比這個y坐標還要來得大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可以用幾個來想 這個用幾個怎麼考慮影響 有畫圖給你看 這是同學有問我才講 同學沒有問 這一題我也不打算講 同學我先問你 y1等於3s-2 這一條線 你會畫嗎 所以這一條線 它在哪裡 它x等於0的時候 y是多少 -2 -2在這邊 然後x等於1的時候 y是多少 1 所以它通過1這個點 好 那過這兩點 這一條直線 哇 這麼斜 我這樣畫 這條線長這樣 好像畫得不太直 沒關係 這一個叫做y1 等於3x怎麼樣 -2 好熱喔 他現在 趙燕 你看這個 來 趙燕 我問你 y2等於 s加3 這個a代表這條直線的什麼 斜距 那這條直線通過一個定點 叫做 0 3 對不對 因為 不管a怎麼變吧 反正x等於0的時候 y2永遠等於3 所以它會通過一個定點 叫做0 來 那這個0 叫做0 同學我問你 當這個a在改變的時候 來這條線 它是不是永遠會通過這個點 a在改變的時候 它傾斜程度會變化 所以你知道a在變的時候 這條直線會怎麼變嗎 它會 通過這個點 然後會怎麼樣 是不是會旋轉 那它在旋轉的過程裡面 你要讓怎麼樣 y1大於y2 而且是建立在這個前提下 再來x要怎樣 1大 所以你告訴我 這個時候要怎麼轉 轉到哪裡 對 轉到這裡的時候 你聽到嗎 這個是y1 這個是y2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事嗎 你把這一個畫出來 這一條 畫出來 這種東西 也可以用圖形去想 這個叫y2 等於 ax加3 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這一個點 同學做的要叫做 1 對不對 只要我的ax比1大 只要我的ax比1大的時候 你看y1是不是都大於y2 聽懂嗎 所以同學 我問你 這個a怎麼算 這一條線是不是通過1 這個點 你就把它帶進去 所以1就等於多大 a加3 所以a就等於多大 5 可以喔 用圖形來想也是可以的 好嗎 學測題 這個題目 導演你先寫上去 學測題這個題目 它是設計成單選題 他這個題目是問你說 給你一個雙重根式的結構 請問這個東西 它落在哪兩個連續的整數之間 那其實如果這個東西 假設算出來是5點多的話 其實它的整數部分 就是多少 就是5 所以我把這個題目 稍微做個改寫 我現在就問你 這個東西 它的整數部分 到底是誰 那這個東西變成說 我們在第一次段考 我們怎麼做這個題目 第一次段考 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觀點 應該是怎麼做 第一個應該會先考慮 因為它是雙重根式 先考慮它能不能開出來 同學請問它能不能開出來 不行 那不然開出來 我們就接著做法計 估算 那個時候估算 我怎麼教 我是不是說 我們先從最裡面開始 根號47 他已經介於6跟誰之間 7 7之間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加多少 加7嘛 對不對 你加7 我加7 他加7 對不對 全部的人都加7 加了7之後 6加7多少 13 這邊小於7 加根號 47 然後這邊小於多少 14嘛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大家一起 再怎麼樣就好 對 再開根號 我們第一次段考 就是這樣交 大家在一起開根號 一起開根號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很快喔 就可以看出他的範圍 小學 根號13是多少 3點多 然後根號14 3點多 他被夾在兩個3點多之間 所以他一定也是 3點多 所以請問他的整數部分 是多少 我告訴你 整數部分是3喔 好 第一次段考 同學我們會這樣處理這個問題 那現在喔 我要講的是第二個觀點 來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你現在具備什麼能力 來處理這個問題 可以讓他拿 不是 再想一下 你想一下 想想看 他那個題目是問說 這個傢伙 落在哪兩個 連續整數之間 你想一下 對同學 他跟堪根定理有關係喔 這個東西喔 你可以用堪根定理來做 其實他可以從堪根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喔 很多學生他想不到這個題目可以跟堪根有關 那我可不可以讓同學思考一個問題 你知道這個題目怎麼跟堪根產生關係嗎 有 蛤 你要不要想一下 你要不要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我當寫了齁 寫一段文字 我建議同學 以A為什麼 以A為一根 然後去造出 造出一個什麼 最第一次 一個 寫下來 不要只是用講 來量成我的好習慣 造出一個 最第一次 然後係數不錯的方式 這次 好